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房城乡建设部金融管理局等等 在26个省份170个城市 说建立了一个房地产项目的白名单 第一批出炉有3218个房地产项目 设计的公司有什么碧桂园 融创 续辉世贸 中南 中郡 金科等 这个全中共的主要的一些房地产企业 然后呢 前段时间推出来的 然后呢 这两天说白名单项目落地见效 什么叫白名单 就说只有这些房地产项目才可以融资 才可以给予融资支持 中共国啊 就是用 获得贷款 获得什么及时雨啊 对房地产企业而言是一场及时雨 然后解决房企资金紧张问题 白名单的项目呢 然后可以定期的 是吧 这个政府说买低啊 或者是卖房啊 然后可以快速销售等等啊 就一系列的说白了就是 这个进一步的啊 就中共 用所谓的各种方式 用所谓的白名单的方式 进一步的把这个房地产行业 变成了一个啊 本来是市场竞争的 现在变成了一个 直接控制的一个行业 白名单三千多个项目 中共的这种玩法 很明显就是要 要让房地产行业啊 起死回生 然后呢 杜绝房地产行业 现在 这整个啊 无法融资 我们说的融资是啥 是融境外的资金 而明单行业 说白了就是把 之前欠债 我们说的欠美债啊 很多的基本上 就给它斩断了 把所有的 烂债啊 全部甩给 甩到海外去 根本就不搭理了啊 然后呢 就是一批新的这些 这些行业 一些公司啊 然后呢 继续包装 就白名单 就是中共政府 来负责包装 然后呢 中共啊 可以 用这种方式 因为主要就是 就啥 说白了就是 白名单啊 中共 政府包装 然后呢 新的一轮 到海外 去劝钱 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之前 一直说过 中共的房地产项目 行业 就跟那个赌场一样 他不是说啊 就内部 玩的热火朝天 主要是要吸引 外面的资金进来 就跟那股市一样 就跟那个游戏啊 你这打游戏 如果 你的游戏币 你不能换的美金 你再怎么玩 那都是虚的 没任何意义 所以呢 就是 批准了一批账的 看看有什么方式 接下来 就是要盘活 整个行业 盘活完以后 再筛选出一些 啊 这些公司 都境外包装 然后再 偏一步 啊 这个 美债啊 等等 就是 几百家公司 几千个项目 啊 就是这样 回头 可能是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啊 负责包装 然后再来玩 这种方式 之前 可能是啊 有些 可能 控制在自己手上 就控制在啊 这有些房地产 比如说有些啊 权贵啊 或者是地方 这些 这个权力的手上 现在呢 全部控制到中央的手上 表面上啊 表面上 是不是 好像 这个 又是集中 资金 快速的解决啊 有限的资金 然后 可以把 之前签的烂战 全部 扔掉 打造新的 但实际上 如果这一波起 玩不赚的话 啊 如果把它戳穿 是吧 主要是金融机构啊 如果戳穿的话 我相信 如果这一波 在海外 还是容不到资的话 估计啊 又死得更惨 别看他们说 第一批贷款 什么已经落地 第二批也在落地 人民币的融资 对这些有啥意义 没任何意义 我跟你说啊 看到没有 说所谓的贷款 都是人民币 但人民币就是 他要把现有的房子 给它盘活 是吧 把房子 造出来 然后来 推到市场 然后到国际上去卖 然后美国 是吧 欧洲 有些傻子的 觉得你看 这个房子很便宜啊 重庆的 青岛的 就美金换人民币 来卖了 它是一个这样的玩法 能不能骗得到 就看我们 能揭露到什么 哪个程度 西方啊 能理解到 中共的这个骗局 到什么程度 只有我们充分揭露 它就玩不下去 就这意思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想传达一个重要的信号 你怎么看 西中世先生 你觉得能救货 中共经济吗 那显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就是 而且你想 你看他这个措施 就非常搞笑 所谓白名单是什么状态 就是全黑了 他才会出这个白名单 而且他 我刚才没有看特别仔细啊 但是他我看到一点就是 他写的是项目白名单 他没说 连企业白名单都没敢说 说白了这些 比如说他体量比较大的一些房企里边 他都是挑了这个可能资质啊 或者位置啊 或者这个这个极其好的 才进了他这个白名单 说白了 可能这个大一点的这个房企里边 他自身项目可能就有几百上千个 但是这个白名单里一共挑出来三千多个项目 那这个事就很很搞笑了 就是这个企业你死不死 我可能都顾及不了 但是我现在要拿出来的是这几个项目 而且就像你说的 当然了这个是不是他他他还有脸去这个国外发什么企业债 像房企的这个这个海外融资 他一般都是企业债企业债的这种形式 但是他之前已经有那么巨量和这个这个严重的这个违约存在 他我觉得他要妄想还能融到钱 这个事情确实不是非常容易啊 当然他他通过他的包装 哎你看我这个这个是政府支持的这个白名单系列 你们要不要再来下一波下波注 我觉得这个很难的这个这个 在在在在骗人上车上当啊 除非他设计出来一系列的这个 比如说他从结构上设计一系列的给人家的出口啊 什么之类的呀 或者反正就各种手段呗 但是从他这整个这个事情上来看 他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他都没说要救世 他救的是这个非常局部的这个这个或者说 他他梳理过后的一些他觉得还还能勉强 所存在一些下制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地产项目 但是中共的这个整整体的这个经济危机说白了 他我们都知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这个出口 出口现在明显的这个在在在走这个很 这个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下降趋势啊 尤其是这个就是对这个最大贸易国美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贸易伙伴对中共的这种取代 也在这个各期就是各个阶段也在看现在已经进行到进展到一定的地步 而你说投资呢 他实际上这个整个中国经济现在属于一种这个血栓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都听了好多 他这个呃这个这也是这两年之内要增发了这个M2的这个就是广运货币 他增长了多少多少 但是完全没有在市场上体现任何的这个波澜 说白了他那个发的钱就是填了各地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窟窿 填到银行里去去让他可以勉强维持这个借薪还救 然后维持他这个金融体系的勉强运转 他不至于这个因为没有钱在 因为坏账没有钱在里边赚 他这个导致他整个系统性的崩塌 但是呢他这么大力气花了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增发这么多这个货币价值 除了填坑之外 说白了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在经济上没有起到任何的提振的这个作用 而且是每况愈下 所以说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白本本身 我刚才说了白名单这个事就很可笑 很搞笑了 那意思就是其他都是黑的呗 那还那那你还玩个啥 然后说到这个刚才这个这个投资 刚才说他他没有钱来投资 谁都没有钱投资 投资他靠谁啊 他就原本靠的是这个这个啊 就是本来他也没啥实体经历 原来比如说房企 他还能通过这个这个房屋的这种多次抵押 就是继续发展 但是他为了他这个规模的这个恶性扩张 就像恒大这个其实头部几个房企 都遭遇了这种就是断崖式的 他这个恶性扩张撞到南墙了 就是他没办法再扩张了 就没人给他买单 他这个整体是维持不下去的一种状态 所以就是到了他这说白了 这个庞上骗局 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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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兑的一个状态 然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大家就有目共睹啊 完全没有任何消费能力 这个别说买新房 那个还不起贷款的都已经是 几百万套几百万套的这种法派房 那这个这个这个上架 而且还是这个就是到了法派那个地步 是已经解决开始解决前两三年的问题 他才有可能到法派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中共的不光是地产 但是地产会会底线的比较明显 就是说他想挽回这个整个 整个中共国内的地产的这种这种颓势 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 那就是除非你在这个消费端 你你你你你你你去发力 说白了就是你发钱 但是这个事情对中共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完全有有为他的这个这个贫民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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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民树的这个原则 所以他就是不可能把钱给到你手里的这种情况下 就那就也也没人买得起 原来的这套庞上片局他又又就是找不到下家的话 他就只能结束在那 所以整个的他这个不管金融也好 还是整个刚才说投资出口和这个这个这个 消费都处在一种双色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是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可以提振的景象 我先说一下这个剩下的那个三千多个项目 中国多少啊 三十个多个审 一个审 是吧 十个项目 一百个项目啊 一百个项目吧 一个基本上分到就中国光市啊 就是就是二三级市啊 那都不止三千多个 那基本上我算了一下 我天哪一个市一个项目 那你这咋玩啊 是吧 就跟那股市一样啊 中共说我们现在股市白名单出来了 剩余的那不是狂跑 我天哪 是不是啊 我们选择了啊 总共比如说中国股市有三万张 三千个股 我们选择了三十张股票 作为国家的白名单 扶持的 剩下的其实都没有就是不要了 我做 那剩下的 你想想那整个市场规模 如果这个是三万亿啊 加这三万亿人民币 剩下的 我天哪 完了 这十家就三十家公司 能占得了多少 就这三千家公司 我算一下一家 十个亿人民币 规模 也就三万多亿人民币的这个规模 中国房地产是多少 多大规模 几十万亿吧 怎么的得有 是吧 等于说 怎么就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整个彻底结束 是吧 因为别的起不来的话 他这些他也起不来 知道吧 他这个所谓的白名单 他就是这种玩法 就是他就有点像搞奥运会一样 选择选苗子 然后最后奥运会 你看这种玩法 都没有把中国体育搞起来 也没有把中国的足球搞起来 选拔出来的结果 因为还要还要加上一点 中共的这种假片头 这白名单一搞 选择的这三千多个项目 有多少是有水分的 是不是啊 比如这个城市里头 本来 比如这个城市 一个城市 我算了些吗 一个城市最多选一个 平均一个啊 本来这个城市 还有两三个项目 是很有希望的 也卖的好 这个公司也做的好 但是没有关系 完了 这公司彻底死了 如果选择白名单 选择的这个城市里头 很烂的项目 就是纯粹凭关系的 本来这个 这个项目 本身就是一个烂尾的项目 是吧 这一白名单一选 就直接把那个 已经在这个城市里的 存活的项目 都给搞死了 是不是 80%彻底搞死 他这个招就极其荤 就是 如果咱们解读完 那是他们相关的这个人 要能听到的话 就直接就就给逮起来 你这不是高级黑吗 谁都讲的白名单 那你意思就是 别都是黑的呗 还是还搞个屁 就别搞了呗 是啊 你说啊 得说好多 你说中国3000多个项目 是不是 有很多 你也运作的好的 那彻底都跌到了 我的谷底 就没人买了 这房子 买的没进白名单 全别买啊 是不是 然后那些销售说 你看我们的啊 以往的销售多好 我们的房价也好 我们的质量也好 产品也好 完了 彻底死掉 这公司也给你搞死了 好 进入白名单的啊 怎么烂啊 就是 房子卖 做的多烂 这都已经进入白名单了 是吧 这就是啊 这就是 我们要说的 本质 绝对解决不了 就跟那个中共的股市一样 国家队出马 选择一些白名单的股来炒 也炒不起来 大盘是起不来的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所以说不要再点赞分享 谢谢 基督先生 再见